前段时间黄晓明刚刚拍摄完自己的新电影戴假发的人 而他为了这部戏也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在短时间内减重30斤 就连蛋糕也只能吃豆腐做的 在路透途中黄晓明跟随着工作人员先生接头 这一身模样也是让人瞬间看呆 眼前的黄晓明两侧全秃露出光亮的额头 秃顶的造型瞬间让黄晓明看上去苍老了不少 在影片中黄晓明的装扮也不是华丽高级的感觉 简单的一身蓝衬衫和黑色长裤加上秃顶的造型 整个人的扮相十分的成熟 由于室外的气温较为海冷 黄晓明也不得不裹上了厚棉袄 很明显在拍摄前造型师为他刻意打造了妆容 在老人装的扮相下 黄晓明的脸上看上去毫无血色 在生土下从前帅气洒脱的黄教主 完全失去了霸道总裁的气场 整个人都受到脱象 脸上也难以憔悴 不得不说黄晓明这次的角色突破真的太大了 也让人更加期待影片的播出了 更多时尚资讯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